如果您曾经养过猫 狗 鱼 甚至昆虫 那么您就有可能看到它们分娩过程 这一切都是自然的 大部分都是正常的 但是有一些动物以惊人的方式分植 而且通常是非常奇怪的方式 从在树顶上生孩子到单性生殖 让我们来看看动物世界中这些不可思议的分娩吧 双继杀 在水下分娩是一个冒险的过程 海洋中的掠食国王和王后 AKA鲨鱼 在进化过程中就考虑到了这一点 鲨鱼可以以惊人的方式进行分娩 虽然有些鲨鱼产卵 但大约60%的鲨鱼是胎生物种 并产下活的幼崽 胎生中有垂头鲨 考虑到垂头鲨的外形 你可能会认为这似乎是不可能的 但垂头鲨出生时像鱼雷一样 它们标志性的头型在以后才会发展起来 疑似分娩通常包括12到15只幼崽 大垂头鲨最多可以生40只幼崽 但真正令人震惊的是 它们不需要雄性来进行繁殖 没错 当雄性供不应求时 垂头鲨有能力进行单性生殖 在进行自动单性生殖的过程中 木心体内胃兽精的卵子被一个称为姐妹集体的小细胞激活 从而变成了兽精卵 从那时起 它就发育成了一只小鲨鱼幼崽 由于没有来自父亲鲨鱼遗传物质添加到这个混合物中 导致缺乏了遗传的多样性 幼崽出生时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简而言之 它更有可能是略带病态的鱼 如果这是圣母诞生的含义 这就引出了关于耶稣的几个问题 如果你喜欢离奇令人兴奋的分娩 请允许我向你介绍 Tabella的蝙虫 这个扭来扭去的小东西 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有性和无性繁殖能力 当蝙虫有性行为的感觉时 它们会结合在一起 因为是雌雄同体 它们可以互相受惊 但无性繁殖使它比较奇怪的地方 蝙虫使用一种称为横向裂变的方法 先将其身体的尾部固定在表面上 然后向前拉动 直到将自己撕成两半 听起来很可怕 但看看这个 每一半可以完全再生形成两个新的蝙虫 没错 它可以通过撕裂自己来繁殖 尾部可以在七天内 再长出一个全新的头部 太不可思议了吧 我几乎花了那么长时间来运一件衬衫 几十年来 科学家们一直都对这些扁虫很着迷 它们认为这种繁殖过程 可能是超人医学的关键 要么这样 要么将来生双胞胎会变得非常奇怪 这是一头雄伟的坐头鲸 有史以来第一个坐头鲸分娩的镜头 这种公共汽车大小的海洋哺乳动物 正在经历一种被称为绞性分娩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幼崽的尾巴先分娩出来 通常坐头鲸幼崽怀孕近12个月 出生时重达1.5吨 长达15英尺 但这还不是全部 坐头鲸已在地球上进行一些长途迁徙而闻名 年平均迁徙量长达16000英里 除非幼崽出生 它们的迁徙是不会停止的 一旦幼崽在温暖的赤道水域分娩 一切照旧 根据母亲的喜好 无论是向南还是向北迁移 长途迁徙都会立即开始 幼崽出生时就会游泳 但有时会骑在母亲的背上和头上喘口气 原来这就是鲸鱼带孩子的方式 树懒 有时候你有没有想过 生孩子这么简单 有没有更困难的方法 没有 但树懒似乎就想冒这个险 因为它们经常分娩的地点是树顶 在动物界中 树懒因其缓慢的速度和最小的行动而声名狼藉 为了证明这一点 它们每周只离开一次树上安全的家 去排便 即使需要分娩 也不会迫使这些奇怪的悬挂 哺乳动物到地上来 因此 在妊娠6到12个月后 它们被迫在树梢上分娩 这意味着幼崽并不总是有雅地来到这个世界 通常它们用前肢抓住母亲的毛发 把自己拉出来 然后在其他情况下 期待的力量 防止幼崽掉下来摔成肩柄 最终 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 小小的悬吊幼崽 用预先准备的爪子和本能牢牢抓紧了她的母亲 像这样的特技演员 树兰比大多数人想的更硬核 苏里南铲除 对于那些不怕小动 铲除或怀孕的人 欢迎来到地狱 你看到的是苏里南铲除分娩的现场直播 这是互联网上令人毛骨悚然的视频之一 当这些在巴西 苏里南 玻璃维亚和壁炉发现的两栖动物交配时 雌性会释放60到100个卵 雄性在她身上受惊 然后将它们推入她的背部 两个半月后 卵再嵌入雌性皮肤的同时孵化 每只新出生的蝉除都会从雌性的背上跳出来 然后雌性脱皮 开始循环这样的过程 这种令人反胃的分娩方法 其实是一种聪明的进化策略 可以防止不是这吃掉一堆无人看管的诱卵 所以如果你曾经认为你的父母过度保护你了 请记住 现实情况可能会更糟 海马 有时候 一个男人必须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包括生孩子 海马之所以出名 是因为他们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雄性怀孕的物种之一 在交配过程中 雌性会将其卵转移到雄性的御除袋中 关闭后 袋子就会成为男性精子的受精环境 其人生气为10至25天 然后卵在袋内孵化 雄性的工作开始 这表明他是时候让自己稳定下来了 通过长达12小时的精卵 根据不同的物种 可以喷手出多达2500只幼崽 这似乎是一个巨大的数字 但这些幼崽能成活到成年的比率不到0.5% 因为他们出生后就会被立即抛弃 生下足够多的幼崽至少可以确保一部分能够长大 更神奇的是 父亲刚生完孩子就准备孕育卵子 在他们外出后 他们可能不会待很久 但我想说海马仍然赢得了年度父亲的称号 鳄鱼 东西卡在牙齿里是很难受的 尤其是还是你自己的孩子时 等等 什么 像苏里南缠除一样 夹了笔带状鳄鱼在妊娠期间 将其幼崽留在体内 将它们放在嘴里 与海马一样 雄性承担了这一重担 雌性释放他的卵 一旦受惊 雄性将它们放在他的下额中 以防捕食者偷盗这些脆弱的未孵化的幼崽 在七到九天的预除期间 雄性不能吃任何东西 所以当公缩结束分娩时 即将成为父亲的它们 往往体重严重的不足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即使面对饥饿 它们也能忍住狼吞胡烟的冲动 不过 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因为在疑似分娩中 雄性可以向周围的水域中排放多达500个卵子 虽然这么多的幼崽都只有一小撮 但这小小的条纹游泳健将 还是很难一口吞下的 出生是生命中自然而美好的一部分 除非你再看蜈蚣分娩 并照顾它的新生儿 否则在这种情况下 你需要克制用火烧死它的冲动 大多数蜈蚣将卵 产入腐烂的原木或土壤的裂缝中 不同的物种 它们可以以这种方式 产下15到60个卵 大约需要30天才能孵化 但是 雌性会产生一个意想不到的行为转变 大多数雌性会密切照顾它们的卵 将身体卷曲在幼崽周围以保护它们 这种做法在它们孵化后继续存在 这看起来更恶心 幼崽容易被真菌感染 因此母亲会围绕在它们身边 为它们梳毛 直到确保它们成年 但也并不全是爱和温暖的瞬间 如果雌性受到干扰 或者感觉到危险 它有时会放弃幼崽 更糟糕的是 像汉泥巴一样 吃掉它的幼崽 似乎这种爬行动物 还不够令人毛骨悚然呢 这些在亚洲和非洲发现的生物 被正式称为穿山甲 尽管看起来很可爱 但它们所具备的防御机制 使其成为一个强大的对手 像无数电子游戏角色一样 它们的特殊能力是卷成一个装甲球 穿山甲鳞片是由脚蛋白制成的 就像大而锋利 过度装饰的人类指甲一样 可以说用错误的方式去捕捉这种小哺乳动物 是非常动苦的 即使是大自然的顶级律师者 也很难将它们打开 但是有着如此坚韧的鳞片 它们是如何在不撕裂自己的情况下 分娩的呢 好吧 首先它们的妊娠期是五个月 通常一次只生出一个幼崽 当六英寸的幼崽出生时 它已经长成了一整套鳞片 但是在出生时鳞片还是比较柔软的 一时母亲更容易生出 然而出生一天后 幼崽的鳞片奇迹般地与成年穿山甲的鳞片硬度相同了 它们成长得太快了 蛇 是只有我的老师告诉我 爬行动物都是单身的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视频如何解释 你现在看到一条蟒蛇分娩出了一整窝小蟒蛇 看起来太令人震惊了 更重要的是 根据蛇的品种不同的蛇可以三种方式分娩 产卵的物种 胚胎几乎不会在母体内发育 胎生物种则在胚胎完全发育后产下活的幼崽 同时 卵胎生物种是杂交种 卵胎物种在母体内孵化 成熟后 幼崽免出 将卵留在母体内 通常 胎生蛇主要是蟒蛇 包括蟒 水蟒 毒蛇像响尾蛇 海蛇像脚蛇和橄榄蛇 这些物种的妊娠期从5到8个月不等 依次孵化超过14只 没错 你可能会遇到一条在蠕动的蛇 它可能随时会分娩出一打而又载 别客气 水母 水母是如何诞生的 这不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 或者知道答案的问题 但这一过程里我们印象深刻 和人类分娩的过程相比 它是异类 虽然许多的水母物种可以无性繁殖 但有性繁殖仍然是水母的一种选择 并且也准备了必要的工具 通常 首先 雄性将精子释放到水中 然后游向雌性 并使它的卵子受精 受精卵会在雌性水母的口腔壁上 发育较短的时间 然后长成扁平的幼体 它们通常比一厘米还小 但它们能设法航行到海底 并在那里定居 一旦它们固定在安全的表面上 就会开始发育成圆柱状的镜状结构 成为吸肉 经过持续数周到数年的时间 吸肉开始发芽 长得像艾琳花 并释放出一种看起来像微型水母的东西 这些被称为 Ephra幼虫 可以算是我们所知道的水母的幼崽版本 并且 爱吗? 恨吗? 恐惧吗? 总之最终它们会完全成熟 进入所谓的美杜莎阶段 而这个循环又开始了 这有点令人欣慰 不是吗? 像水母这种无脑和怪异的东西 都可以繁殖 你还是有希望的 这些令人沉默结识的分娩 让你印象深刻吗? 你觉得哪一个最奇怪? 在下面的评论部分告诉我吧 感谢您的观看